一磅又一磅的麵粉往上加 北加州分会中央厨房很忙碌 原住东非风灾灾民 在网络上发起了 意卖香情油饼 立刻被预定一空 我们是两个钟头之内 就已经那时候就一上网 两个钟头之内 就差不多有150包的订货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踊跃的 来发挥自己的爱心 一路加工到200包 总共是2000张油饼 面团制作就花了半天的时间 香菜跟芹菜来做这个内馅 所以这个油饼吃起来 也很香酥 也很苛口 所以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 切芹菜 拔香菜 最后再淋上热油 制作过程耗费人力 还好社区志工都主动来帮忙 煎饼啊 然后也可以学到一些 然后也可以帮助人 自己也可以 order一些来吃 就是蛮好的 做成冷冻饼皮 方便保存 一夹热煎熟 香味扑皮而来 做的人欢喜 买到的人也都能够感受到 这份助人的用心 戴新闻刘汉清 美国报导 做成冷冻饼皮 宣布 白子 饼皮 宣布 我真的要求您 consolid